接下來,跟各位談的是簡單的名詞 融點啊、沸點啊 東西融化的溫度呢叫做融點 凝固的溫度叫做凝固點 一般而言這兩個溫度是一樣的 東西沸騰的溫度叫做所謂的沸點 凝結溫度叫做所謂的凝結點也是一樣 一般而言這兩個溫度是一樣的 我跟妳講過了 如果我是純物質在一定的壓力之下 我的溫度跟沸點是一定的 是固定的 同時它的特性也就是說 相同的純物質有相同的溫度或沸點 不同的純物質有不同的溫度或者是沸點 這我們前面問過對不對 我們講溫度的時候我們就問過了 所以這是一個純物質的特性 剛才也看過你 用這個方法來辨別誰是純物質 誰不是純物質 OK 氣外有兩種 一種叫蒸發一種叫沸騰 這兩種不太一樣 哪裡不太一樣 沸騰是有一定的溫度的叫做沸騰 蒸發是沒有一定溫度的叫做 沒有一定的溫度 你的一杯水放在你的桌子上 會慢慢的減少就會蒸發掉了 不管你的氣溫是10度還是20度還是30度 它都會蒸發 只不過溫度如果越高 它蒸發就會越快而已 OK 那麼另外一個不同點是 蒸發是表面的表面的 就外面有接觸到的液體變成氣體 變成是全部的 基本上是說全部的液體要變成氣體 所以它的變成氣體的範圍是不一樣的 還有不一樣的地方是 蒸發沒有泡泡 沸騰有泡泡 你的爹娘在曬衣服的時候 你不會看到山去那水蒸發掉 一段會噗噗噗噗噗出來 不會這樣 可是你在下水一角 你在煮麵條你在燒開始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水在滾的時候會有泡泡 以前有人問過 請問一下泡泡是什麼東西 你的泡泡是什麼 是空氣還是什麼 這有考過 這有考過 這泡泡是什麼 還有如果要仔細說就是 一開始是什麼 後來是什麼 後來是什麼 想一下 泡泡是什麼東西 泡泡是什麼東西 OK 一般來講 壓力如果越大 溶點跟沸點就會越高 壓力如果越低 溶點跟沸點就會越低 溶點會越低 但是冰不太對 冰有異常現象 就是它壓力如果大 溶點反而會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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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以前有介紹一個壓冰實驗 拿一大塊的冰塊 掛一條鐵線在上面 然後旁邊掛重物 然後這個線就會把冰塊 穿過冰塊 然後冰塊還是冰 原因是因為壓的時候 就會溶點降低 就變成水 所以線就下去 卸下去之後呢 上面又沒有壓力 所以又回復 凝固變成冰塊 所以這個 就切開來 你們有人到冰宮去滑冰的 不是那個劉倫寫的 就是那個冰刀壓上去壓力大 溶點會降低 所以冰塊會化成水 所以就可以滑 就可以滑來滑下去 這都是跟這個因素有關 仔細的介紹是在高中以後再說 那麼 所以 因為這樣子造成一個結果 在山上的時候 煮開水 開水會容易煮開 開水會容易煮開 但是飯不容易煮熟 因為沸點降低 本來是100度C煮開 現在是90度80度就煮開 所以要容易煮開 但是當時是拿100度C的水去 把那個米弄熟 現在只有80度90度 所以飯會不容易煮熟 都會不容易煮熟 那麼因此就有所謂壓力鍋 壓力鍋裡面壓力比較大 沸點比較高 所以呢 你這裡面是100度C的 平常是100度C的水在燉東西 現在可以到110度 120度C在燉東西 所以 東西就會燉得比較爛 可以煮得比較快 會有壓力鍋 醫院就會用更高壓 而且溫度就會更高 因為溫度更高 所以拿來殺菌消毒 就可以拿來殺菌消毒 這是我們的狀況 剛剛跟你講說 如果直接從固體 直接變成氣體的 我們叫做昇華 倒過來我們叫做靈華 你要背的事情是 有哪些碗葉會昇華 國中有碰到這些東西會昇華 乾冰 常常問 點 以前愛問 現在比較不愛問 這個 髒腦丸 耐丸跟髒腦丸差不多 只不過髒腦丸是天然的 耐丸是人造 你知道 你要記得 這些碗葉都有昇華的現象 以前喜歡考點的時候 點在固體顏色比較深 我們說紫黑色的固體 昇華電氣體顏色比較淡 叫做紫色的氣體 紫色的氣體 就是昇華跟凝華 好 那麼我們說除了物質有三態 還有其他的狀態 課本上介紹的一個液晶態 有一些參考數碼叫做第四態 是錯的 遠在液晶態之前 我們就有知道什麼的電漿態 所以液晶不是第四態 但是它就是另外一個狀態 這狀態很奇怪 有點像液 有點像固體怪怪的東西 你們看了什麼液晶螢幕嗎 你們電子錶上面的那個 這都是液晶的東西 只不過告訴你說 除了固態、液態、氣態之外 我們還有別種狀態 你了解就可以了